Kidu 消灘LuLu的美色 半夜潛入LuLu家 當場被漢田抓到 妹仔 妹仔 對不起 然後第二個 我的孩子 爸爸不對 爸爸錯 到這邊我覺得以後 撒Kidu真的有 到我競技也會 我不會想起 韋庭出事了 什麼事情 韋庭被周刊給踢爆了 他踢爆了什麼事情 偷吹小迪哥吹過的質疑 我跟大家講 小迪哥就是我本人 情緒小迪哥 各位 口水交夠了 王維庭道歉汽車會 請提出說明 維庭 我必須很抱歉說 就是身為公眾人物 我竟然還偷偷的去 拿就是別人的東西 然後就是 對… 然後除此之外 我覺得對擁有的人 我覺得非常非常抱歉 就是我還甚至造成了 衛生上的困擾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 真的很不應該發生 所以之後 如果我讓小迪哥 很不舒服的地方 沒有關係 我再買幾千隻 幾萬隻小迪給你 我都可以 我非常非常抱歉 想要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做這件事情 對不起 小迪哥 真的很抱歉 對不起 我這邊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你吹完之後 你不要洗 好… 應該道歉 好 道歉 對不起 好 那麼因為有記者朋友在詢問 當天的實際的情況 你們能夠原委說明一下 為什麼想偷吹 因為其實我就覺得 就是小迪哥他平常 吹直笛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就是表現得很棒 然後我那時候只是想說 可能我之後也有相關 類似的角色要表演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那你自己沒有自己的直笛嗎 就要吹他原味的嗎 就是有意思 還是直笛剛好出國 不是… 當下就真的只是 很想要做好自己的 可能角色功課這部分 好的 來 當事人 有沒有什麼話特別想問他 其實剛剛也都說了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他對你個人 有暗戀的傾向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角度來出發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 真正的面對他自己的內心 勇敢面對真愛 好不好 如果身為這個偶像女團 喜歡諧星不是一件丟人的事 是很丟人的事 好 那不丟人 好 三位請給分 3 2 1 25.5 有兩位評分 小毅反而是最高的 來 謝謝薇婷 好 撒基努出事囉 撒基努出什麼事情 撒基努消灘LuLu的美色 半夜潛入LuLu家 當場被漢田抓到 並且制服在地 而且 當事人的老婆 老婆有說 揚言 你當我空氣嗎 而且為什麼漢田在家裡 制服她呢 而且這一個事件已經危及 她跟Maya之間的 長達18年的一個婚姻 對 從此要分開了 我們請這個當事人薩基努 提出說明 首先 謝謝大家 就是肯抽空來 來聽我道歉 然後現場大家都是 都是見證人 然後我消灘LuLu的美色 是 是很久以前就有 沒有錯 對 我就是蕭譚 可是 在於長久的婚姻 然後跟遇到自己喜歡的時候 我自己的內心會有 控制不了的這個衝動 我潛入到裡面的時候 那個點歌出現了 對 這是我一想不到的 那我先講當時的情況是這樣 那我被她制服的時候 她當下幫我折手下壓制的時候 我當下我就知道我錯了 而且是錯得非常離譜 她那一下肘疾 看似很輕 但是她把我打醒 我這一醒 我想到說 她要哭 她要哭 美亞 對不起 我要先跟美亞講對不起 對 因為她 在我沒有工作的時候 她幫助我這麼多 然後我 我們如果是還有機會的話 對 我還是一樣會煮三餐給妳吃 那小朋友一樣我也都會帶 然後 如果是Lulu或者是點歌你們這邊 有什麼樣的損失 那我可以做什麼樣的 就是抱歉的方式 然後你們告訴我 然後要我去做公益 怎麼樣也都行 那這個想投 刻了一個想投 我們記者這邊 大家都想要 這個想投呢 我想先給我老婆 OK 好 對 大家可以 就是先給她 然後第二個 我的孩子 爸爸不對 爸爸錯了 第三個就是 家屬打理 現場 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對 對不起 OK 那記者還是有一個疑問想要發問 就是說你潛入Lulu的家中 凌晨兩三點 進去之後 竟然是衝出來一個人 汗點來制服你 而他當時 能不能說明 為什麼是全身赤裸 是不是要全身赤裸 其實他那個時候 我是聽他們在解釋說 我只是稍微聽到說 他是到Lulu他們家 因為他們家剛好停水 然後就是去 就是洗個澡 Lulu家洗澡 對 洗澡而已 然後當時 當時Lulu姐她是坐在沙發 對 老婆得知妳是到Lulu家 這件事情她有什麼反應嗎 什麼失望還是說 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這記者有什麼問題 不曉得她老婆的心態 至少要找一個比她漂亮 這個記者提問有問題 對 當時來警察局把我的 也就是妹啊 叫了那個保釋金 她只跟我說 妳有受傷嗎 蛤 完蛋 到這邊我覺得以後撒基努真的有 道歉心也會 我不會想起 妳們這一道就拿出來 一直投一下 請給分 道歉心態 你這馬上變成了 太扯了啦 太扯了 用三個響頭換來一個滿分 道歉達人 成功 真的 下次我兒子出事麻煩你過來一下 好嗎 道歉 危機處理嘛 危機處理的功課